2018紐約國際車戰日前在紐約曼哈頓登場 為期10日的車戰將會佔出近千款汽車及幾十款新車 Mazda在今年的車戰上推出了小改款的2019 Mazda CX-3的車系 與此同時Mazda的全新Sky Active X引擎也首次在北美亮相 吸引業界人士的眼光 小改款的CX-3在車頭造型上得到了改變 新車換上了新型的四橫式水箱護罩 並且採用了黑色鋼琴巧漆的無燈蓋 新車同時在前保險鋼兩側追加了倒落色條強化質感表現 車尾部分則換上了內部造型經過更新的LED尾燈組 新車還配搭了新設計的18寸車輪 在內飾方面小改款的CX-3針對中控台造型進行了細節上的改變 由空調旋樓延伸至排檔座的造型經過重新設計 排檔座改為黑色鋼琴巧漆面板 兩側由皮質覆蓋 汽車的資訊整合系統操控旋樓 改移至排檔桿後方的中央位置 左側則是安置了全新的電子煞車控建 原本傳統手煞的位置 則是改為面積更大的置杯架設計 除此之外新車的後座也新增了帶有置杯架的中央扶手 2019 CX-3在動力系統上也得到了更新 新車配搭了一枚更加平滑 更加高效和更加精良的Sky Active G2.0汽油引擎 不過Mazda目前還未公布新車的油耗數據 今年Mazda在紐約車展上的另一個亮點 是它全新的Sky Active X引擎 根據Mazda定制的永久ZoomZoom 2030計劃 該車廠將會在2030年之前 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至2010年基準水平的50% 而Sky Active X的推出 將會成為幫助Mazda達成這個目標的重要因素 Mazda預計這款新引擎 要比現在所使用的Sky Active G引擎高效20%至30% 從2019年起 Mazda的旗下車款將會開始配備這款新引擎 Tina Weiss 編輯報導